其實社會是由不同階層的人士組成 每個人都會有他的專長和獨特性 要多點體諒其他人的難處 將心比己, 逆地而處 在別人的角度想多點 也可以讓我們容易去理解他人 整個社區都會和諧一點 互相尊重, 包容其次 奉建和諧社會 太好了… 太好了…